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炭灘韭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42分 我們就趕緊來錄製今天的第二部副盤影片 那如果說想看關於大盤分析的話 就看第一部吧 那我們就從星雲呢,講到這個...群... 翼嘛 我們每次都會唸錯這個字 翼還是立呢 算了,反正就是那一檔 OK,那星雲沒機會啊 沒機會,因為我... 怎麼看你要有機會的話 有啦有啦有啦這裡啦 就是大致上是疊回到這個附近吧 大概195附近 如果說抓一個整數價格大概195附近 如果說有再一次回來的話 那倒是可以考慮看看 那當然要指紋 而且他會破五日,也會破五日線 當然你看到這個地方其實也是破五日線的 那破了一根,兩根,三根 然後撐在他認為的支撐這個缺口 就往上走 對,那我個人是進來在這裡了 所以他就算疊破五日均線 那你認為他還是有機會上去的話 那疊破一根,兩根,三根,四根 欸,又怎樣 反正呢,還是有機會往上走 當然啊,我們看資深的人 我們還是得要去把自己的停損點去抓好 大三長就沒什麼特別的 對,因為... 我只能講說啦 有每一次的進場我都是抱持著 我有可能被打停損的想法 對,我當時在那邊進場啊 那隔一根他是往下 也沒有馬上往上噴嘛 他在這邊1,2,3,4,5,6 大概6根,6根第7根才往上走 對啊,我在這邊也是 買進之後我也是等著6根才往上走 對啊,所以... 要做進場應該是之前那個位置 更好啦 好,那看一下萬潤 那萬潤更加的讓我惡玩 因為之前有看 漲幅的話萬潤更厲害啦 我們看這邊,我們正要花在這個地方吧 我也不太記得 好像不是花在這裡 喔不是耶,不是花在這裡 我也忘記有花在哪裡了 老實講 不過我是跟那一天一模一樣 就是這一天啊 這一天的時候講的吧 這一天的時候講的吧 我這一天的時候講的吧 7月3號的時候講的吧 對,那這邊是7月3號 我看一下是7月3號 沒有耶,是6月30號 6月30 喔對啦 就是6月30號講 然後7月1號、2號是6日嘛 然後7月3號是禮拜一 所以說 基本上你應該7月3號做進場 然後呢 你能得到的報酬是 67% 對,所以 就是錯過了嘛 我們再來呢 就是這一層注意嘛 然後這一層的話 我覺得我沒有到太大的想法 那他現在 這個最高點呢 在今天一頂的時候被出貨 主要原因 我覺得就是 他長到前高吧 145左右吧 然後145左右 然後就被出貨了 對,還蠻合理的啊 那接下來這個 130要不要看 我覺得看自己 因為如果說你做進場的話 假設我做進場 那這邊拉下來 這邊有7.67% 才會到達這一根的破線 停損 對,所以我 我會更 會更加給他一個空間去看 假設他有插針的話 我可能沒比到中進場 這是比較穩一點的方法 對 我覺得是比較穩一點 因為他 接近前高嘛 那反而是 假設星雲沒有前高 那他回到195 然後做直穩的話 欸或許我更會更喜歡 這樣子 OK那看下去 立端 那立端的話 之前這個地方有講 我希望你 你是 不是現在還要進場 一樣6月30號有講 那6月30號是在這一天 這一天講 然後後面這邊有回來 到直撐 然後就往上噴了 所以說之前說這個地方 好像是一個破底翻 然後插下來 還是沒點過嘛 然後就往上走 那現在往上走 一點點 所以 基本上我還是只看大格局 就108是大支撐 125是大壓力 就這樣結束 中間過程我都不太想去中進場 除非說啦 你在這個位置 假設這個位置 拉過來他這邊有 小小的破線 小小的破線 再抽回去的話 到時可以搞運 但是 你就自己有去做觀察吧 如果是當天啊 尾盤的時候有看到的話 再看吧 所以如果說做小層的話 我會比較盡量做 破底翻會更好 對 OK 看一下聯合 聯合 看一下喔 之前是在這邊有 這邊有 原本要想要做進場 這一根 但是後面他沒有上去 反正是他比較討論一點 他跌到這個直撐才會往上走 所以基本上這一層 我覺得就不用去看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抓他的高點壓力吧 那高點壓力的話 基本上是 假設這一根突破的話 那這一根是直接砸下來 而且他突破砸下來 這兩根的量不一樣嘛 我之前講 砸下來的 突破的隔壁根啊 突破的隔壁根呢 他的量如果說比 突破那根還大的話 比突破那根還大的話 這個是什麼 5583的 5583張 然後這個是6583 總共差了大概1000張 他用5000多張上去 然後用6000張下來 是什麼意思 代表說賣的人 賣的更可怕 而且他是棒的往下砸 對所以 基本上他要回味到某一個支撐 但是這邊的支撐 我沒有到非常的確定在哪邊 對我沒有到非常確定 我可能先抓高點吧 我可能先抓 7-8.5 然後看他有沒有反抽到這邊 往下壓一點 如果有的話確定就是這個地方 重新再上回去的話 可以考慮 那如果說 沒有這樣走的話 我覺得目前來看 我就會抓這麼大 我不會對任何一檔 各股抱有他 一定會上去的心情 只有看現在盤勢有沒有 錢有沒有在他身上而已 所以 今天去追 昨天去追 我覺得昨天去追可能還OK啦 還符合那個策略 但今天去追 追高就有點 怪怪的 他不只跌7% 他7%是從這邊開始算 他總共應該跌10% 如果是你開盤買的話 所以絕對絕對不要去追股票 絕對絕對不要去FOMO 那加世達 那加世達基本上就是 我在第一部影片裡面講的 我第一部影片講什麼 我說今天呢 強勢的個股是 沒被重度出貨的AI 對 那他屬於被重度出貨 只是這一個人 我忘記講他 像宏姬嘛 人寶 神達 那加世達 對 那就是被重度出貨 那基本上就是 比較難翻轉上去啦 不過就是要再支撐 我個人認為就是再支撐 那會不會跌破這件事情 我沒辦法做決定 你要增加勝率 就是等下破底翻 或是插著 對就這樣 那你不想增加勝率 你覺得說 我就收到停損就好 那你就做進場 所以二號不說 看自己決定啦 看自己決定 好 那情邦 那情邦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在 在這根停損 這根的時候停損 我記得在節目裡面也有講過 我做進場 我真的坐在上面 然後掉下來 忘記哪邊啊 反正應該是拉過來 差不多這個位置吧 反正往下點點 反正這根做停損 然後後面呢 少虧了很多 假設我是在這個地方3% 然後呢 今天要跌到最低點的話 12.53%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說 策略到底多重要 停損到底有多重要 這件事情 當然我也可以在節目 一直反覆去講一件事情 我是說 我在1月初的時候 我講過微創 那時候講的時候三十幾塊 現在一百多塊 整整翻了這一個 大概三倍 三倍多 三倍四倍 然後我說我很厲害 我也講過宏集 我也講過加斯達 我也講過技嘉 技嘉也翻一倍 我也可以這樣一直持續講 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 我比較focus在 我現在時時時刻 我能夠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我還想買的話 我能夠做什麼事情 大致是這樣 所以你可能看我節目 我不會一直唬爛說 也不是唬爛啦 確實在講 確實在講過嘛 就是講說之前哪時候 最近講過什麼什麼之類 上哪多少怕 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 比較像是有點就是 講一大堆個股 然後就說我講對幾隻 然後就往上走 那種感覺 我比較不喜歡那種感覺 我比較偏屬於那種 就是 究竟論憲啦 以事實勝於雄辯嘛 那我們現在我個人 看一下的位置 可能是38.36 那個人還是先看這個位置 有可能是我剛剛 隨便畫這一條 有可能是個高點 這個低點 那拉過來這個地方 那也有可能在這裡 那我們就先看這個位置 這個踩不踩得穩 這個地方第二層啊 這個第二層 第二層絕對就是要等待 插針或破體翻 那這一根完全不插針 那只是稍微指紋而已 這一根跟這一根都是指紋 插針 所謂插針的話一定要很長啊 是像這一根的長度 或是說這一根的長度 至少嘛 對不對 或是說像是 這一根的上影線 導過來這個長度 或是這一根嘛 有這種垂頭 他不是這種狙擊之形 而是插在這裡的 那我覺得他回來的話 是一件好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珠 那中珠我記得之前 之前超多人在推 然後 我們這爛掉了 OK 那看一下 長期的之前其實就畫過了 這個趨勢線就已經畫好在這邊了 之前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好像有人在推啦 這個位置好像有人在推 那我如果說這個 有一個相關就先打下來 那目前來說的話 就是說他有 這根破線嘛 5月15號破線 那破線之後 他基本上他的底部 就是在這邊進行一些 就盤整吧 然後 認真畫的話 就 maybe在201 2022這個位置 那個人還是覺得說這邊等待破線 或是破底翻再去看 我不要覺得說 他盤整然後支撐到了 就直接做進場 對 反而是我會做他 更搶勢 比如說突破這一層 這邊把它剩掉 突破這一層 或者說 跌破拉回來的破底翻 會更好 好 我們來看下一檔 艾遜齁 那艾遜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前幾天有把它加進去 7月19號的時候 7月19號是在這一天嘛 然後呢 這根如果說你有做進場的話 或這根 不管是這根 這根 這根不會跌出去吧 不到3% 跌到2%左右 那拉上去的話 昨天擋停板理論上 你應該會先賣一半 理論上 就是講理論上 理論上我看一下這幾% 大概12%左右 理論上你會先賣掉一半 這是我的策略 10%賣 錢高賣 但如果說你都沒有賣 然後今天被打起來 那也無可後悔 就是說 你可能原來呢 之前操作的是 我10%不賣 後面又再來一次10% 後面後面再來一次10% 然後你是因為這樣賺大錢 因為你10%沒有賣掉 然後你是用原來的本 去往上去推 可能推到了大概30% 你才賣掉 可能OK 那你可能嘗到甜頭之後 你就不做這個策略 那你不做這個策略呢 你可能就失敗 那現在他是 以結構上來說 量是沒有過 但是以結構的K棒來說 他是被跌破第一點 然後連這一根缺口也被收服 所以我更加認為 如果現在這個地方有興趣的人 再等等吧 我覺得等待插針 這個針可能要跌破這一根 跌破這一根 我覺得跌破這一根 這一根 然後再抽回去的話更好 或是破底翻了 對不然我覺得會形成M頭 就往下跌 我個人覺得我不會 這一種我就不喜歡去 可能就是這個支撐差不多 然後做音場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好看一下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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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這邊畫畫看好了 歷程我記得好像今天是可以開法所會 我是不知道要開什麼 OK 那看一下 OK那看一下他之前的支撐是在104 這應該是我後面才畫出來的啦 應該是吧 我不太記得 我忘記我之前有沒有分析過這一檔 沒有 6月17號我把它丟進來 6月17號是 就這一天丟的啦 然後我說他如果說守在這個地方 直穩的話在做音場 然後他是到6月26號才翻轉上去 那我們現在來抓 重新抓一邊 就大概這樣吧 這樣對 我覺得就要103差不多 就是這一個大支撐的話 對所以如果說那時候 當時你有在這一根去做音場 或是說這一根啦 這一根你是守這個地點嘛 如果說你做音場的話 那拉上來 好像沒有到很多耶 9% 他本身可能掌跌幅不大 對那接下來的話 就看這個地方守不守啊 就明顯看守不守 對那 一樣喔 你要做單 你就直接做 那我個人第一層 我都會直接想要直接 直穩的話去做 第二層我才會等待破底範 但是以他來說的話 這一層是小支撐 他強勢的話 當然直接上去 那這邊是大支撐 就是我個人覺得 掉下來到這個地方 比較會有人願意用錢 去把它給接起來 大概103左右 對所以說這一層 其實還是要小心 就是做破底範的話 勝率是較大的 較高的這樣子 那今天是有爆量 然後下來到直升會往上搜 對所以看自己吧 我覺得可能 今天有機會再往上走 不過你現在才問 你沒有 再提早一天兩天問的話 那到這個地方 你應該也是差了 不多啦兩塊錢 那看自己吧 我覺得 就像我剛剛講 你要增加勝率的話 就等待在破底範 好我們看最後一檔 看一下喔 這是什麼 OK 那看一下這一檔是一個區間橫盤 好我們看就好 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OK 那大概算是這樣子吧 我覺得它是整個一個區間橫盤 如果說你對它的興趣當然是 就是 一樣啦 我覺得任定文這個區域 是一個低層支撐 對我覺得它是低層支撐 然後這一層是低層支撐 不過都是要等待 差 都是要等待質問 那 這邊有沒有質問 有嗎 一次兩次 三次 那現在 今天這個圍盤 離路這邊近一點的話 可能第四次吧 那 可能就有機會 這裡到這裡吧 Maybe是這樣子啦 Maybe是這樣子 當然破線的話還是得走 破線的話還是得走 大致上是我目前的想法 那當然它結構上是很好 結構上很好 雖然說好像成交量也不大 成交量不大 但是結構上是有 有在看資深壓力人 去做出來的一個結構 那它破線當然就會 再往120去走 大致上這樣 好讓我們的 第二部副盤到這邊 那我們待會再錄第三部副盤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